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接下来介绍固定制造费用的差异分析 固定制造费用的这个总的差异呢 和我们前面讲的变动成本差异的公式是一样的 都是拿实际的成本和实际产量下的标准成本去做对比 所以在考试的时候 他如果问你标准的固定制造费用 我们都只是实际产量下的标准的固定制造费用 这个总差异是一样的 比如说你像我们19年曾经考过这样一个单选题 他就问你固定制造费用的标准成本是什么 其实就是我们强调 只要是说标准成本 我们都是实际产量下的标准成本 所以他故意给了你什么生产能力什么的 那么都是干扰项 那我的标准成本是实际产量下的标准成本 那我就要考虑用1200件 乘上一个单件的标准成本 那么单件标准成本呢 因为他是给了我单件的标准公式1.1小时 固定制造费用的标准分配率是每小时8元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的单件标准成本是1.1乘以8 对吧 所以实际产量下的标准成本 那我们就是谈的固定制造费用标准成本 好 所以首先从概念上要搞清楚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具体的固定制造费用差异 如何来进行分析 固定制造费用差异分析 和我们前面讲的变动成本差异的分析不太一样 变动成本差异呢 我们可以按照比如说连环替代 是吧 依次然后先替代量再利贷价这样的 但是固定制造费用的差异啊 它可能不能用我们的那种因素分析法 就每次替代一个 你比如说有几个因素就替代几次那样 它不是这样的 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对于这个固定制造费用有个特点 就是它的这个案例来说啊 固定制造费用的总额 在相关范围内是不变的 对吧 它的总额不变 就是跟你的产量 你到底实际产量100件还是1000件 没关系 是吧 那么这样导致是什么呢 当我们的这个就是 你的总额是没关系 但你的单位的 这个就是固定制造费用 随着业务量增加是下降的 所以按理来说不应该有一个 所谓标准的固定制造费用分配率 是不是 因为你的生产能力提高了以后 它的就是每小时的固定制造费用分配率 它就会下降的 但是我们为了要做差异分析啊 要预先定一个目标 所以我们就要预先来计算这个 标准的固定制造费用分配率 你像我们在前面谈了 比如说你像直接人工 直接人工的工资率呢 你可以用预定的 也可以用正常的 但是对于制造费用 特别是固定制造费用 我们的这个预算分配率是预先定的 那它定的时候呢 它是用什么呀 用这个制造费用的预算额 比上一个什么呢 比上我们的产能标准公式 就是按照正常生产能力的标准公式 因为你预先定 我还不知道未来的实际产量是什么 所以对于固定制造费用的标准分配率 是预先定的 那这个怎么来定呢 就是把这个固定制造费用啊 它的预算数 去除上一个呢 我们正常生产能力的那个标准公式 是吧 比上我们的这个产能的标准公式 是人为来确定 就是按照正常生产能力下的标准公式来定这个P标准 然后我们在做这个固定制造费用差异分析的时候呢 它实际上就想把这个总差异啊 给它分解成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对不对 啊 那么这个什么原因导致的 那怎么来进行分析呢 我们说要谈两个方法 一个是二因数 就从两个因数去分析 是吧 呃 一个是看你这个 也是从价格方面啊 就耗费的方面 一个是从你的这个 呃 能力的利用方面 它就分成两 两个因数 另外呢还可以呃 就是用三因数法 我们先来看二因数分析 这个二因数分析呢 就是把你的总差异啊 分解为 两个 这个 就是两个这个因数 是吧 分成两个因数 呃 那我们先来看啊 我们刚才已经强调了 我们总差异啊 就是大面积减小面积 是吧 实际固定造费用 一般考试会给你是吧 你也可以说是 P10乘Q10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P标乘Q标 对吧 而且我们给大家强调了 我这个Q标 我再啰嗦一点 考试的时候 这个Q标 是用实际产量 要自己算啊 实际产量 去给我乘上一个什么呢 我们的用量标准 就单件的标准公式 是不是 就是这样自己算的啊 所以这是我们的总差异 那么如果我想把这个总差异呢 给它分解为两个差异 我们这个 它不是按照那个连环替代 一次替代的原理 他就认为什么呢 就是说他认为固定制造费用啊 你这个数额和产量应该没有什么关系的 对吧 他就觉得我就 别管就是你的这个预算数啊 你到底是产量一千件还一万 他觉得不影响 所以他就认为你就把实际数和预算数给我做一个对比 所以实际上相当于在他俩之间呢 我们加一个预算数 就是固定制造费用预先所确定的预算数 是不是 就是这个固定制造费用的预算数 这个预算数啊 有的时候考试会直接给你 有的时候让你自己算 对吧 那么让自己算的话就用P标乘上产能的楼公式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预算数可以是给你的 也可以让你自己算啊 都都可以的 那我们看这个预算数实际上就是我们谈的用 也是用标准的这个每小时的费用分配率啊 但是你看成的是什么 产能标准公式 所以成的是这个相当于是我们预算 产能的那个 就是预先定的那个 我用Q预吧 就是因为还不知道你的实际产量的 所以它是预计的产能标准公式 所以如果你在这两个实际和标准中间加个预算数 因为我是希望它的总差异啊 分解为两个差异 然后两个差异之后还得等于总差异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这是第一个数啊 比如说这是我的第二个数 这是第三个数啊 那大家看一下 我在这个1和3之间加了一个2 那我们这两个数相减 就是实际减去预算 是吧 我把这个实际数减去一个预算数 我们把这个给它称为耗费 就是我们预先定好的预算 我们固定造费用预算是多少 因为它实际和产量应该关系不大 对吧 就是我要考虑比如分项 比如说我们的择救应该多少啊 然后呢 比如说这个造明水电费 基本上应该多少 我们就定了一个固定的预算数 然后呢 实际发生额也有了 我就看你的实际和预算相比 我们是不是超值了 对吧 所以实际就一减去 就实际是预算数 就给它起个名称 就叫做耗费差异 就是看你是不是 相当于就是你的实际和 这个实际的这个价格 和标准的那个价格的一个差 但是你看它俩的量呢 也不一样 所以它不是按照我们的连环替代了 它不是说只能替代一个了 所以它就认为你这个和产量没关 就拿实际和预算比 所以固定照不用差异 我们要单独来记的 和前面讲的变动成本 那差异不一样的 然后呢 耗费差异有了 然后我们再记得看啊 你一减去二 因为我的目的是想希望 这两个差异之和得等于 我的总差异一减三的 所以你这个一减二 那你看第二个就应该什么呀 那就是 用第二个减去第三个呗 因为我在他俩中间加了一个东西 是吧 本来人家就是实际的这个标准的 但是我在他俩人家加个预算数 你加了一个算数以后 那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前两个差异 叫耗费差异 那后两个差异 看看这预计的产能 这个算是我们的这个标准 实际产量下的标准公式 这个是预算产量下的标准公式 所以其实他们俩人之间的差异 实际产量和预算产量不一致 是吧 因为这个Q标是用 你看实际产量乘以用量标准 而我这个Q预呢 是可以说是预算产量下的标准公式 所以可以说明就说明 你的实际产量没有达到我的预算的产量 没有达到我的预算的产能 所以我们给他起个名叫能力差异 对吧 我们预算应该生产1000件 你实际上只是800件 是吧 所以没有达到我的这个生产能力出来 称为能力差异 所以这个要 固定造费用差异的记忆可能麻烦一点 是吧 我们要单独来记它 你就记住它总差异 应该没问题吧 在总差异的中间加个预算数 实际减去预算 是我们的耗费差异 就是实际数减去预算数 是耗费差异 然后呢 把这个预算数再减去标准成本 就是我们的能力差异 其实应该也好记 就是你又想一下 首先总差异大家都会做 对不对 因为别管是变动成本 还是固定成本 总差异都是把实际数减去标准成本 对吧 都是大面积减小面积 这个没问题吧 那既然我们的总差异 都是大面积减小面积 如果要是考试啊 考你二因数法 你就记住 在它俩中间加一个什么呀 预算数 就是我认为固定制造费用啊 它呢 应该跟你的产量没关系 所以我就直接把你的实际数 和预算数据对比 预算是预先定的 它既然是预先定的 一定是根据 就是我们还不知道实际情况 所以它都是用批标成上什么呀 是预计的产能标准公式 对吧 你中间加上这个数 你就好办了 所以第一个减去第二个 一减二 就是我们谈的耗费参与 然后你再用二减去三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能力参与 然后你一减去二 加上二减去三 一加总起来 不就是你的这个总差异吗 是不是 耗费参与必须记住 是吧 你就记住耗费参与 就指的实际预算 你把这个记住了 那考试的时候 真的考这个实在不行 你就想那个 能力差异是到底的 是不是 我们现在看书上这个例题 他还是告我实际产量400件 实际的固定造成本是1424元 实际工时是890小时 生产能力是500件 那么标准的这个产能工时 就是1000小时 每件产品的固定造 费用标准成本是单件3块钱 每件产品的标准工时呢 是2小时 标准的分配率 每小时1.5 让你做二因素分析 那我们其实呢 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我就啰嗦一点 我还是这样找 我说P10G Q10G 是吧 P标Q标 我把它找到 我想把它找到 那你像我们的这个标准的 每小时的费用分配率 它这道题是给的 1.5 然后Q标呢 我们强调是实际产量下的标准工时 实际产量400件 单件的标准工时 2小时 所以800 我的实际工时是890 P10G呢 实际上就是 一般都要自己算一下 因为它给一个总的 所以总的制造成本 实际1424 除以我的这个工时 890 其实这个无所谓的 对吧 然后呢 现在大家还让你做 二因素分析 你就想 总差译我得会 对不对 总差译呢 我们是 P10G 乘以Q10G 所以你像我这道题的话 就啰嗦一点 1424除890 除了乘以890 其实这个实际的一定会给 你可以不用算 就是1424 是吧 就实际数会给我 你看我用它这个也没问题 是吧 大面积减小面积 我的总差译啊 P标乘Q标 大面积减小面积 小面积 P标 1.5 Q标 实际产量下标准工时 400乘2 所以我的总差译 我是会计算的 但是考试要考你 那个二因素分析 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想让你分解为两个差译 第一个差译 耗费差译 我们说耗费差译 我必须要会 对吧 就是实际点去预算 就把它记住 耗费差译就是实际和预算 既然是预算 是预先定的 我不知道 它的这个实际的情况 所以全都是预计的东西 就标准 P标准 Q呢也是预计的 产能标准工时 对吧 因为我们这个Q标是 实际产量下的标准工时 它也带实际了 不能带实际 预先定的 预算数是预先定的 全都是预计的 所以我的P标呢 我们刚才谈了 1.5 预计的产能标准工时呢 1000小时 就是500件乘了 就1000嘛 1000小时 所以这些都有了 你就好办了 对吧 因为你是把这个总差译 分解为两个 第一个 耗费差译 是吧 那我们就是把这个 我们的实际数 减去 这个预算数 是不是 比如说这是第一个数 这是第二个数 我就用第一个数减第二个数 大家看 它就和我们前面讲 那个连环替代 那个不一样 连环替代 我们是先确定标准 然后呢 替换完以后 用后面的减去上面的 对不对 固定制造费用差异分析 它这块不符 就是不符合 那个连环替代原则的 我们不是用那个 因数分析法的 因为你看它两个的都变 是不是啊 它不是不符合 这个因数分析法的 所以你就记住 就是耗费差异 就是实际的预算 就这样来记 然后呢 我们剩下一个叫什么呢 那就是能力差异 对吧 那你想一下 因为你要使它的总的差异 等于一减去三 那你第二个差异 第二个差异 能力差异是什么 那它一定是得等于什么呀 因为你这个一减二 那我就得二减去三呗 我得保证二者 加起来得等于 实际减去我的标准吧 是不是意思啊 所以它又一定是用 我们这个预算数 减去一个什么呀 标准数 是吧 是用预算减去标准 这就是我们谈的能力差异 所以实际上你把这几个找到 那就很简单了 对吗 那我们再接着看三因数法 什么叫三因数法呢 它实际上就是把这个总差异 分解为三个差异 你看我们的总差异呢 还是实际数 减去实际场下标准的公导账费 对吧 就是还是我们这个是 我的所谓的P10乘Q10 而且一般来说 考试这个实际数是给的 对吧 这个P标乘Q标 这个要算一下 是吧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个Q标 我们刚才给大家强调了 Q标是 一定要考试自己算 一定要把实际产量 去乘上这个单件产品的标准公式的 是不是 是这样的 所以这是我的总差异 那么三因数法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耗费差异不变 就是别管是考你 二因数还是三因数 耗费差异不变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其实 就是说我耗费差异不变化 那我们既然是预算数 我刚才谈了 我要加上一个都 全都是预计的 Q标乘上Q一 对吧 这是第一个数 然后我这块 加了一个第二个 Q P标乘以Q一 一减二 这两个 是吧 我们用一减去个二 就是我们谈的耗费差异 这个不管是二因数法 还是三因数法 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就记住 耗费差异 我把它记住了 那我们对于 这个三因数法呢 是把能力差异啊 又给它分解了 能力差异 它在里面 它怎么分解呢 就是它因为想知道 就是你像我们前面 直接人工 还有编冻制造费用 都有一个效率差异 什么叫效率差异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 由于我们的这个 实际公时 是吧 和这个实际产量 编冻公时有差距 所以才会有效率差异 所以我为了要算 这个效率差异啊 大家看 你想我要算效率差异 实际上就是 Q10减Q标乘以P标 对不对 所以这话 加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为了计算 这个效率差异 我加一个P标乘以Q10减 就是我想算效率差异 我就加了一个P标乘Q10 所以这样一来 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这一块 这个是第三个数 这个是我们的第四个数 就是我刚才谈了 我想算效率差异 所以我们这两个差 就是我们谈的效率差异 对吧 那这个效率差异 你看 这个上不就是我们的效率差异 而且你可以看一下 所有的效率差异的公式是一致的 效率差异 就是我们的Q10减Q标乘以P标 对吧 P标可以停软 就是我想算效率差异 你就想 我要算效率差异 怎么办 加一个P标乘Q10 这样才能够有Q10减Q标乘P标 然后这样一来 因为你加了一个他 所以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2和3之间呢 这两个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用2减去3 就多了一个差异 就等于说 这是我们的这个预算数 然后减去一个P标准乘上Q10G 这个给他 他就给他起个名字 叫弦置能力差异 弦置能力差异 你看我们前面 其实他这个 这个是P标 这个也是P标 价格没有变 只是量在变 他量呢 就是把这个 相当于是我们看一下 这个实际的这个公时 是吧 因为你没有达到 这个预计的产能公时的话 那就会导致弦置能力 所以他其实是 是这样一个原理 那我们怎么来记呢 你就记住总差异 没有问题 对不对 耗费差异 无论是二因数还是三因数 我们都是一样的 都是用实际减去预算 对吗 然后呢 因为我想得到效率差异 所以我中间又加了一个东西 又加了一个什么呢 P标乘以Q10 所以他就等于说 这总共是四个数了 然后第一个减去 第二个就是我们看 耗费没问题 然后因为你加了一个P标 乘以Q10G 所以我们这个预算数减去 这个P标乘以Q10G 我们给他起个名字 叫闲置能力差异 那这个闲置能力差异 就可能需要大家单独来记了 是吧 然后我们最后的效率差异好说 是吧 效率差异都是通用的公式 这是谈的有关三因数法 是吧 那么这个三因数法的话 其实就是相当于 把我们前面的二因数法下 那个能力差异进一步分解为 闲置能力和效率差异了 是吧 耗费差异和前面我们讲的那个 二因数法的耗费差异公式 完全一样 只不过他就把它分解为 闲置能力和效率差异 如果考试要是考你主观题啊 你可以这么难 你就可以到几了 为什么说到几呢 就是总差异我们都会算 对不对 耗费差异呢 是实际的预算 效率差异和我们前面讲的那个 直接人工效率差异啊 变动资料费用效率差异 公式都一样 所以总差异减减减这两个 也可以到几出闲的能力差异 是吧 就很多方法 但实际上就是 你就可以想 我们就是总差异啊 大家看大面积P10乘以Q10 减去P标乘以Q标 这是我的总差异 然后呢 二因数法呢 是在中间加一个什么呀 加个预算数 既然是预算 所以我必须要预先定 所以P标乘上Q1 是吧 就第一个数是实际数 那第二个数呢 是我们预先定的预算数 我们总差异 是把实际和标准 这个最下面这个是标准数 对不对 那你如果是能力差异 就是三个数往来一放就完了 但是我们如果让想要考你 三因数分析法 就再得加一个 再加一个叫啥 啥也不叫 你就是 什么呀 还是P标 但是你要给我乘个Q10记 因为我想得到效率差异 就是Q10减Q标乘P标 所以都是P标 底下三个数啊 除了第一个数用的是P10乘Q10 第一个数用的是P10记 底下三个都用的是P标的 是吧 就在一直在把量再变 是吧 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 你就1减2耗费 2减3 闲置能力 3减4 是我们的这个效率差异 就是这意思 是吧 那我们现在可以结合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 通过告你实际产量400件 发生了实际的固定资料成本 1424 就是说我们的固定资料费用差异 实际数 你看他都给你了 你都可以不用去算 1424 然后呢 我们说这个标准数 是吧 固定资料费用的标准 标准数上 我们是要强调是用P标 乘上Q标 就实际产量下的标准的公式 然后P标他告我了 每小时1块5 Q标要考虑 实际产量下的标准公式 400件 乘上单件的2小时 对吧 所以总差异我会了 你要让我求总差异 我就这么来求 然后呢 耗费差异大家要会 对不对 别管二因数三因数都是一样的嘛 就是我们认为 你这个固定资料费用 它和产量没关 你就直接拿实际和预算比 所以我们就要考虑 在他俩中间我加个预算数 预算数是预先定的 你像我们这条题没有给我 那我就要求一下 是吧 那就要考虑用P标 乘上Q标 就是预计的产能公式 那标呢是1.5 1.5P标 Q标预计产能公式 他给了1000小时 所以这有了 是吧 所以我们说 让你求耗费差异 我就可以把耗费差异得到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刚才又谈了 我想求效率差异该怎么办 得加个什么东西啊 效率差异 价格 得是P标 然后这个量得变成Q10才行 对不对 所以其实就是说 我们再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P标乘以Q10 然后这样一来呢 我们这要提的P标是1.5 实际的公式是890 所以这第三个数了 那你看 这个2减去3哈 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弦置能力差异 就是你要求的 弦置能力差异了 然后最后呢 我们这个 第三个减去第四个 这不就是Q10减Q标 乘以P标吗 对吧 这个相当于 我们是 因为我们是先写的实际数了 这个大家要注意 和我们前面讲的 因数分析法不太一样 因数分析法是先列 是对比的基准 是标准 是吧 是先列式的标准 所以我们都是用 下面后面的减去前面的 连环替代 都是先列式标准 然后依次替代 然后替代完的减去原来的 对不对 都是用后面和前面去比 但是现在我们说 固定制造费用这块 它不符合那个连环替代 那种替代原则 那么我们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就是看看实际 和它这个 我们的标准的差异 然后在中间加一个数 再加一个数 所以都是用实际减去 就是等于是用上面减去下面了 对不对 上面减去下面这样的 这是标准能力 那这个呢 那这个三减去四呢 就是我们的效率差异 所以其实就是找到四个数 你就好办了 我们也给大家画了一个图示 是吧 就是固定造费用实际数 考试一般都是已知的 对吧 或者说P10乘Q10 就是我们的实际数 那你看我们在最底下的标准成本 我们就是 P标乘以Q标 对吧 那么就是 这个先写的Q也没关系 Q标乘P标 这都无所谓 然后呢 我们说这个 两个中间 如果让你求耗费差异呢 加一个预先确定的预算数 所以呢 它这个既然是预计的 是吧 所以你要用Q1乘以P标了 然后我们想求效率差异嘛 所以我用一个Q10乘以P标 就加了一个Q10乘P标 对吧 等于说加两个数 第一个是加预算数 第二个是加Q10乘P标 我们还记住 然后 1-2 2-3 3-4 就是三差异 如果是二因数法 就只加一个 只加一个预算数 是不是 我们可以结合这个 以往的考题来看一下 你看它去年这个多选 就像一个小计算似的 说加公司呢 月的生产能力是10400件 单位产品的标准公时 是1.5小时 所以我们就找到 就是固定制造费用 它要有预计 产能标准公时的 标0400乘以1.5 我的Q预有了 固定制造费用的标准的 分配率是每小时1200元 所以P标我也有了 1200 然后实际产量是8000件 实际公时是1万小时 所以Q实际我有 是吧 Q实际是1万小时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的Q标准 因为我们给大家强调过 我们的Q标准啊 它是要自己要算的 就是我们的Q标准呢 它应该指的是什么呢 实际产量下的标准公时 单位产品的标准公时 是1.5 我们的Q标呢 要自己算 实际产量 呃 8000件 8000件 去乘上1.5 这是Q标 实际产量标准公时 对不对 所以其实固定制造费用的区别在于 就是我们 不仅要考虑Q实 Q标还要多一个Q域 然后Q标 然后我们再看实际的 啊 比如说你说我想求 实际小 每小时 功率 可不可以 没问题 是吧 但其实这个用适不大 但是我们也把它放在这 我啰嗦一点啊 1900 比上这个 1万的这个 实际的小时 其实这都有了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固定制造费用的能力差异 他说是多少 能力差异 你就想一下 什么叫能力差异 啊 我们先考虑总差异吧 是吧 你看他固定造费用的成本差异 这个对不对 是不是 那这成本差异 我们讲的是 大面积减小面积 就是实际成本 减去标准成本 去P10乘Q10 减去一个 P标乘Q标 对吧 所以我们就这个 比如说我们对P10乘以Q10 像我这条题来说 1900除1万再乘1万 其实实际数是已知的 这条题 就是直接给的 就是1900万 而P标呢 1200 Q标 8000乘1.5 是吧 所以你看 我们这个 比如说 这个成本差异 就是拿实际数 减去这个数 你去算一下成本差异 对不对 是不是 然后我们再接着看啊 如果你要让我求能力差异 我们中间要加个什么呀 加个预算数 就是 预算数啊 一定是预先定的 所以P标乘以Q1 对吧 P标呢 是1200 而预呢 我们刚才说了 10400乘1.5 就是Q预 是产能标准公式 是不是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大家看 也就是说我们的能力差异 就是我刚才谈的 你就把我这个2 减去第四个数 你算一下 是不是这个数 对吧 不利差异 就是如果是正的 就是不利 负的就是有利 对吧 然后我们再接着看 因为他还让我考虑这个 效率差异 那效率差异的话 我一定要知道 Q10减Q标乘以 P标 所以我们说要再加个数 加一个还是P标 对吧 但你要给我乘的是什么呀 Q10 所以这样一来 那这个效率差异呢 那就应该是用什么呀 用我们这个 第三个数减去第四个数 你看看对不对 耗费差异 是用我们的这个 实际减去预算 用第一个减去第二个 是不是这样啊 所以其实呢 你就就把这四个数 那一摆 你就可以看到 哪个对哪个不对 是吧 那我们这个 其实最后算了一下 只有这个C 是吧 耗费差异它不对 就是实际减去预算的话 我们的耗费差异应该是 28万 是正 是不利差异 那么他说的是 有利差异 那就不对了啊 你不能光看数 还要考虑它 如果为正 都是不利 都是不利的 如果为负 才是有利 对吧 你像我们这个 效率差异是负的 这是有利 是吧 所以这个地方 就是不仅要会算数 还要会判断 有利还是不利 我们再接着看一道 2020年这个考题 其实这个 闲置能力差异啊 是比较麻烦的 是吧 就可能要难记一点 那我们说 这个 其实你就按照 我刚才讲的 你看他问的是 闲置能力 说明是三因数法 三因数法 你就自己来想 我们说第一个数 是实际数 是吧 你就抄高纸上分析一下 然后呢 我们要为了算 耗费差异 我得加一个什么呀 预算数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说为了要 分析这个效率差异 所以我要加一个 P标乘上什么呀 乘上Q10 最后呢 就是我们的标准数 标准数呢 我们是 P标乘以Q标 对吧 预算数呢 应该是拿P标乘上Q1 就这意思 那么大家看哪一个是 闲置能力差异啊 1减2是耗费 然后呢 2减3就是闲置能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很显然 闲置能力差异 应该等于什么呀 用P标乘上Q1 减去P标乘以Q10 那就去找吧 标准的 每小时的费用分配率 它有没有给你 你看它给了你的 预算数 是吧 固定造费用预算 12万5千 全年的产能 工时 25000小时 那我不给大家强调过 就是说 我们的标准的 固定造费用分配率 它实际上是预先定的 对不对 有的时候考试 可能会像我们前面 前面那个考题 它就直接告你了 标准分配率 每小时1200 有的时候不给你 不给你要汇算啊 我的标准的 每小时的费用分配率 等于什么呀 应该是用你的预算数 12万5千 去除以一个 预算的 工时 25000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 它的标准的 每小时的费用分配率了 对不对 所以批标有了 然后QE呢 预计产能工 它这条题是直接给的 25000 对吧 而 这个是什么 就是Q实际 对不对 我们讲是Q实际 那Q实际呢 人家就告了你了 24000 那就往里面套不就完了吗 是不是 所以你找到了 这个计算就很简单了 所以这样一来 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 闲置能力差异 对吧 就是你把PBO得到以后 然后来计算就很简单了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 18年那个单选题 它也是问你 闲置能力差异是什么 闲置能力差异呢 你就是把那个公式往那一放嘛 对吧 那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 我们再啰嗦一点 是吧 因为考试的时候 我们觉得脑子不动了 我就把它往这 就想四个数 第一个实际数 第二个是预算数 预算是预先定的 PBO乘以QE 对吧 这是我的这个预算数 然后呢 我们为了算效率差异的时候 我们多加了PBO乘Q实 然后最后是PBO乘Q标 对不对 那你就看一下 它会叫实际公式偏离 生产能力形成的差异 实际公式偏离 生产能力的这个差异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 1-2 2-3 不就是你的实际公式 偏离的生产能力的差异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对的 是吧 这个应该是学能力差异 就是你从这个公式里面看一下 它都是价格是标准的 然后就是实际和预计的产能有偏差 是吧 多实际费用和预算费用的差异呢 这是什么呀 这是耗费 这是耗费差异 多实际公式脱离了实际产量标准公式 实际公式脱离实际产量标准公式 这是什么 这是效率差异 对吧 这是效率差异 多实际产量的标准公式偏离生产能力 实际产量标准公式偏离生产能力 这是什么 2和4的问题 对吧 但这个是什么 这是能力差异 所以实际上就想说什么呢 它考试没准考你什么 你得知道它这每一个选项指的是什么 其实你把这个公式往这一放 你就可以看到到底哪个是哪个差异 是不是这样啊 这是我们谈以往的一个客观题啊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以前考过一个小的计算题 其实你看我们还是要找到那些 就是考试只要考你标准成本差异 你就要找到那几个变量 是吧 我们可以一块来看啊 他告诉你 假公司的下属的乙部门生产A产品 全年的生产能力是120万机器公式 单位产品的机器的这个标准公式 就用量标准是120小时 然后呢 18年的产量 实际产量是11000件 实际的总公式是 就是133万1000 是吧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上就是我的Q实际了 对吧 所以要让我找的话 我说 这个Q实际有个 实际的公式啊 当然我们说对于公式这一块 我的实际公式Q实际 那就是133123 然后同时顺便我就把Q标 我的Q标是什么呀 实际产量下来标准公式 因为它单件120 我的Q标呢 就是11000件 乘上120 对吧 就是这意思啊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它还给的这个 全年生产能力的这个公式 比如说我们可以先看 它后面的这个提问 它这个提问呢 第三问是我们 就是 第18章要讲的东西 我们先放一下 我们就看前两问 第一问让你求的是 单位的标准成本 单位实际成本 是吧 然后第二问让你求 什么材料的价差量差 被动制造费用价差量差 三因素法来分析 耗费闲置的效率 一看三因素法 那有固定制造费用也要考虑 那固定制造费用的话 它就要有一个Q Q就是预计 产能标准公式 是吧 那它预计才能 它给我了 120万公式 所以这三个Q我都有 然后我们再接着看 它的这个标准成本资料 直接材料的标准 单件10千克 标准价格 每千克22元 那你想我这材料的P标 就是我要找到它 P标是什么 就是22 那Q标呢 我们说Q标一定是 实际产量下的这个标准用量 所以我的实际产量 它告诉我是一万一千件 我们先把这个先列在这里 一万一千件乘上10 那我这有了 然后你看 变动制造费用的预算 36万元 我们给大家签要过 就制造费用预算 通常都是预定的 对不对 预先定的 那你给了我生产能力的 这个总公式的 也给了我预算了 那你P标呢 是不是可以算啊 P标是不是就360万 360万 除上一个 我的预计产能公式 是120万公式吧 我都用万了 所以这样一来 那就可以到 就是三了 三元每小时呗 是吧 而Q标呢 我们有啊 标准公式有了 是吧 就是一万一千件 乘以120了 啊 这变动制造费用 我们都有了 我们来看固定制造费用 固定制造费用的P标呢 固定制造费用的P标是 啊 我们 给了你 216 216万 对吧 然后呢 我们也是除以 120万小时 啊 120万小时 啊 那这个 这个除了就是1.8 是吧 1.8元 每小时 然后 我们俩的Q是一致的 Q标都是 一万一千 乘120 所以就找到了 而且我还有Q域 对吧 所以你要让我做 差异分析 就其实是 就很简单了 对吧 我们先来看 它的要求 单位标准成本 我们讲了 单位标准成本 等于什么呀 等于用量标准 存上一个价格标准 对吧 材料呢 用量标准 给我了 单件10千克 啊 那我们就 10千克 存上材料价格标准 它是给我们 就是每千克 22元 对吧 所以呢 22 这是我们说 这个直接材料 啊 它的 这个用量和价格 那我们再看 直接成功 直接成功 老师你看 它这题 是不是漏了呀 那么这块我们想给大家 强调一下什么呢 就是说 呃 产品成本项目 其实我们在前面 就是第12章 也给大家讲过 这个不是说 就一定要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对吧 有的可以增设 对吧 我可以比如说 呃 你像我们在书上的立体 还有燃料费用 是不是啊 就是如果你的外购 燃料动力比较多 我单设没问题的 那你像这个企业 很显然 它是属于 比如说 像由于我都是属于 这个机械化操作啊 都是自动化流水线 工人很少 比如生产工人少呢 我的直接人工成本很少 那这种情况下 我就可以不设 直接人工这些成本项目 我们就并到制造费用 是不是 所以这也没有问题的 那考试就看他 因为他没有给直接人工 你不能说 哎老师我没法算 他没给直接人工 没有给 说明他把直接人工 并到了变动制造费用里面了 对吧 所以这样一来 大家看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就相当于我的这个 变动制造费用 反正就按他给的项目 是吧 用量标准 制造费用的用量是工时 他告你单位产品的标准 这些工时120小时 是吧 所以我的这个用量标准 120小时 每小时的标准的分配率 P标准 你看我们刚才算了 是不是3啊 那就是3呗 对吧 这是并动制造费用 然后我们再看 固定制造费用呢 它的这个用量标准 没问题 也是120 然后呢 价格标准呢 我们刚才算出来呢 是1.8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这个用量标准 乘以价格标准 就是单位产品的这个成本的标准 是吧 那你把这个成本标准 这三个数 是吧 给它一加 就是单位产品的标准成本 是不是 就是这个应该简单 对吧 就是用量标准乘以价格标准 那我们再看实际成本 实际成本的话呢 它是给了我们的实际用的材料 是12万1000千克 实际的价格每千克24元 那你的实际的材料成本 我们的全年的实际产量 是11000件 单件的材料实际成本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 我们这个12万1000乘以24 然后除以我的这个实际的产量 再加上你看 制造费用的实际数 固定制造费用实际数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这个 总的实际成本加总 然后除以我的实际产量 11000件 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这个单位的实际成本 应该好求 那就是我们简单的数学问题 就是总的实际成本 除以总的实际产量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关键是想说这个 材料啊 被动制造费用啊 还有公造费用的差异 那这些差异的 大家看我们这个 对于P标Q标是吧 我们还要找到P实际 你看我们对于材料的P实际 就是24 这是材料的 那么材料的这个Q实际呢 他给我了 那就是这个12万1000千克 Q实际 而被动制造费用的P实际呢 因为我们的P实际指的是 每小时的制造费用分配率 所以你得把这个 4126100给我除以一个实际公式 那实际公式他给了啊 133100是吧 1331300一除就是了 这是我的实际的制造费用的P实际 然后呢我们这个Q实际 就是这个1331300 固定制造费用 你说你要想求一下没问题 但一般可以不用不求固定制造费用 但是我们也算一下 2528900 我就除以一个1331300 Q实际 一样的1331300 你看我是不是P实Q实 P标Q标 包括固定制造费用的Q域 我全都有了 全都有了以后那我们就好办了 对吧实际上就是做题 我们说公式很好背啊 但是关键在于你得怎么去找到这些数 是吧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啊 呃我们就来看一下 就是直接材料 变动制造费用 他们的价格差异 就这两个价格差异 都是拿P实减去P标 而且价差呢 我们说它是 呃就是按照英数名讲是后替代 价差是混合的 所以它成的是Q实对吧 那你要让我求量差呢 就是Q实际减Q标准 但是纯粹的要成P标 这是我们谈的直接材料和 东东制造费用的价差量差 你就去找他们各自的 对吧 比如说你像我直接材料的P实际 啊我们 24 直接材料的P标准 22 所以24减去22 然后乘的是什么呀 Q实际是12万1000千克啊 12万1000千克 乘以Q实际就是这样了 那你说变动制造费用呢 那你的价差 这是P实 对吧 减去P标呢 我刚才已经算了是3 然后再乘上一个什么呢 Q实际 乘上一个133万1000 这个实际的公式就完了 对吧 那这都是价差 就是这样的 就包括我们说这个量差也是这样 是吧 用Q实减去Q标乘上P标 反正就是套数 都套这个 你就给我去找就行了 我们现在就稍微说一下 三因数法的这个公式造费用的差异 那我们刚才讲了 考试时候怎么办呢 三个 就是把这 因为这三差异嘛 就找了四个数 找了四个数的话呢 就是第一个数是实际数 是吧 P实乘Q实实际就是实际成本 最后一个数呢 是P标乘以Q标 那我们刚才P实乘Q实实际成本 这是给的 2528900 P标乘以Q标 那你要去找一下 我的固定资料费用的P标是多少呢 我们刚才算的是1.8 所以呢 所以那我们这块呢 就是 这个P标 1.8 乘上Q标 是吧 我们来找一下我们前面的Q标 Q标是11000乘120 是吧 11000乘120 你把它支持我们总差异就有了 然后呢 我们说三差异法呢 就是要加两个数 首先加一个预算数 要加预算数 是不是 那么预算的话是预先定的 所以P标乘以Q一 那你就去找一下 其实呢 像资料题都可以不用 它就给了 对吧 那你要说用P标乘和Q一也可以 但是我们这里都给了你了 你就一看 有预算数那太好了 都不用算了 216万 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直接是200 就是我们的这个216万 然后呢 我们还要考虑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为了要考虑效率差异 我们就要用一个P标乘以Q10 对不对 那我P标是1.8 实际的这个公时呢 我们的实际的公时是 它是给的 对吧 就是这个133万1000小时 133万1000小时 所以实际数减去预算数是耗费 预算减去P标乘Q10是闲着能力 P标乘Q10减去P标乘Q10 就是我们的这个效率差异 就是这两个相机 所以其实就是找到这些数就好办了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这个 固定制造费用差异这一块 好 那我们第13章标准成本法内容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